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月9日,胡仁在主场战胜公牛。 赛后,名嘴帕金斯,点评了这场比赛。 他说,胡仁最好打电话,把麦基搞回来,因为现在小加索尔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 公牛每次挡拆,都找小加索尔打。 这场比赛,小加索尔,出场9分钟,拿下6分4篮板。 小加索尔,已经是一名老将,这场比赛他在防守,端送出几次盖帽。 缺点也很明显,那就是他的速度,太过缓慢。 笔者认为,胡仁到目前为止的最大短板,已经浮现。 那就是,首发阵容防守挡拆。 主要问题就是,小加索尔速度太慢。 不管小加出去,防守对方的中投,或者是从外线,回到内线防守对手的顺下。 他的节奏,总是慢一拍,导致对手,可以过掉小加得分。 除此之外,施罗德体型较小,防守对方,封线优势不大。 很难顶住,对方的封线。 当对手的封线球员,一突破底线,杀进胡仁禁区时,施罗德总是防不住。 而小加索尔,也由于速度太慢,无法及时到篮下防守。 要解决胡仁,首发阵容防守,挡拆不佳的难题。 一是,戴维斯打5号位,二是,施罗德打替补,三是哈雷尔在5号位防守,要更加出色一些。 四是,小加索尔减重提速。 而这四个建议中,最靠谱的还是,戴维斯打5号位,尤其是到了季后赛。 戴维斯,要长期打5号位。 戴维斯有伤病时,常规赛,长期打5号位,会增加他受伤的风险。 因此,胡仁现在,在常规赛阶段,只能用哈雷尔,小加索尔在5号位,上顶上一段时间。 关键时刻,在上戴维斯收比赛。 而到了季后赛,假设胡仁遇上了,拥有约机器的绝经队,小加索尔可以有,更多的出场时间。 而胡仁,遇到其他球队,戴维斯要在5号位,打更长时间。 现在常规赛阶段,戴维斯最重要,但就是保持健康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